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吹回生死隔天心的隔天才能救台灣 找回誠實和廉恥心的價值才能救台灣 好 問到電視的觀眾朋友 來外鄉親視頻大家好 英雄民老師 你好 我們的老師實在有什麼 我說他三一名博雄 上面有看我們的貼人 看著老師自己介紹 介紹他才讀到國秀兩年 剛才我們說的時候 不覺得有國秀兩年 不然很實在在讀兩年 也是這樣 很不簡單 這有什麼天眾英明 還有我就說 老師三一名博雄 只要奇奇怪怪的毛病 你若小又吃幾米若不好 老師來三兩的就幫你用好小 這就是我們工學一點館 這就是老師的厲害的地方 我們說就是說三一名博雄 我怕沒有時間給我解釋三一名博雄 這幾項裡面 我們今天來講的我們的主題 就是說 要來講一講 這個天運的影響 天運的影響 我才不相信孫文革命成功 孫文哪有什麼在革命 在革什麼命 如果不要說 說到這個 我整個路都在練童氣 他就在革命成功 他就在革命 只要錢 割什麼 這樣 好啦 好啦 今天我們來請鄉雄小明老師 來 我們來講 他叔叔實實有少 他不是 打 這個 這個結構性內容 是在教學打到多大 但是他所寫的文章 好啦 他所做的問題 他所下的問題 真正有多少天徒英明 好 我們現在就來開始 感謝各位聽眾來收看訪問節目 今天要說的題目就是 天文的影響條件的經驗 不是什麼人極拼的成功 就是說 酒門王也沒有極拼 酒門王的極拼 雖然是說成功 但是他沒有天文高 天文也沒有成功 所以每一個條件都是受天文的影響 在天文呢 天文就是為我們的三元 所以三元就是上元、中元、下元 每一個元有六十年 三元就是百八年 在輪轉 這三元的百八年的輪轉 就是要再想一個 二、三、四、五、七八九的高文 今天要說的就是天文的影響 在那些憶經裡面 憶拼第四十九拼 就是敵火鍵 敵火鍵裡面有一個團 團的說法 就是敵火鍵 敵火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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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時春收這本車,有一個寫,寫說,凡是帝王的,在要逛的時候,都必須先看到那些很好的現象 紅帝的時候,這個紅在這個地方應該比較紅 藝人名是帶紅的紅,不是帶紅,所以這個紅帝在這個地方叫紅帝 紅帝的時候,看到很大木的大雲,很大隻到那裡 所以紅帝就說,這是陶器,這是王姓,陶器王姓,這個陶就是中央木的陶 他陶式的就是紅的,所以他的國式就是英國陶式的 在雨的時候,他先看到草木,秋天跟冬天的時候草木,無啥的凋臉 這個雨的時候,他感覺說這是陶器在紅的時刻 所以他的色就是青,國色就是青 到湯的時候,湯紅的時候,看到金氣,火的東西 然後,對水一直出出來,他會感覺說金 水,生的水用金,這就是金氣,王姓的時候 所以他的國姓就是用白的,金色,金的就是白色的意思 但是,到文王的時候,文王先看到那個大雲 照在柱頂,照在柱頂的柱頂的柱須的地方 文王看到,這個紅色的大雲 那紅色的大雲,到底是什麼? 反正這是空色的,火上紅的空色的 文王說,這就是火菌很生 那火菌很生,它就變成熟 熟,所以它就是火,就是火 在這個時刻,那個火菌來做國色 所以到現在我們一直團來,那個紅色的紅色的意思 就是變成火菌,就是變成火菌,紅包,紅衣,紅衣,紅衣 這就是圓層,酒菌,國色的意思 其實,酒菌,剛才有很多酒菌,有很多酒菌,有很多酒菌,有很多酒菌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酒菌的特色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現在的火菌人和台灣人? 這就是,我們的圓圓就是,真 我們,蘇聯,酒菌,酒菌的青青 第一,蓬地的時候,土是比較紅色,所以用紅色做國色 在烏地的時候,草木到冬去,沒什麼標靈 所以木是青,所以用國青色做國色 在烏地的時候,看到水中的金,金氣,鐵氣,所以用白色做國色 日本王的時候,看到紅色的酒菌的酒菌 所以他用紅色的火,所以用紅色做國色 在烏地,結果,結果所說的孫火天演給人 跟李宗春秋,所記載的 風帝,烏帝,湯帝,文王,和陳世王 這些國色,都是受到天運影響,標題警隊 不是說,哪一個人結冥成功,就是說,水到死亡,文亡,名牌 在北宋,有一個團旗的重圓,齋頌,叫做李夢前 李夢前說,人家外在世間,富貴呢,沒有人用香燒 那如果散者呢,沒有自博自棄 這就是要大家聽聽 李夢前又說 李夢前說,他過去住在洛陽的時候 在那時候,沒人吃就要搖花太多 來搖來吃,晚上沒人在住,他就要住在洛陽 那沒人穿,還沒人穿,還沒人穿 有東西在吃藥 這個人看著呢,說這個 是真人 真賓吃,真賓吃 真賓吃 但是他自己,他並沒有放棄他自己 高金嘛,就是說在李夢前的時候,做洞的時候 他那時候,他的冠子極拼 為第三公 雖然說,一人穿上萬人穿下 一人穿下萬人穿上 他可以穿金螺角色 他可以穿金螺角色 吃的是山邊海味 那出去,就有人穿著 這味就有人碰到 就是可以說 上面的人穿上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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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不是他的骨,這就是他的詩啊,文啊,名啊 我用上面在解釋,詩就是詩季,就是季輝,就是煙燻 文就是文氣,文度,文雍 名就是,自出詩就帶來的,叫做仙天名 對出生的年、月、日、時、天甘、地基 這輩子,可以通過分析,理解這個人的生活,所會渡到的狀況 台幼有六成以上的訓,在八十年的算命 方法以外,最早還有原本,十二建帝的算法 十二建帝就是,建國時代所遵循古早人 天甘座的動作,藝和天甘座的狀況 天甘座的行為是英國建立萬病,定質破為,性受規避 做十二 Ele Senn Hydro 循環,行為十一額一月的作用 還有資歷到處、臉上、生命學頂上都有約六十一項遇上的尊學 還有那些藝術學就是陽宅和陰宅 陽宅就是我們外人在住 陰宅就是風水的夢帝 夢到補就對了 說我們的圍 第一次我們都說一下 文化就是無論你什麼地方的文化、亞洲人的文化 都是這樣一代一代傳過來的 我們現在讓老師休息一下之後 我們待會再回來說第二段 謝謝 吹回生死隔量體心的價值才能救台灣 找回誠實和廉恥心的價值